终于要死了吗 在俊家的这些年 好累啊 哥 我疼得厉害 你能不能别再用我做实验了 俊家要赚你多少 你就是这样 不就是一说 我又不是要 要是像这编子 你他妈他是不是故意的 真不知道我要用这本剑 还他妈带着骆驼 我看你就是想害我 想害俊家 还敢狡辟 再给您走 要是还弄不还好 你这是没有手 你别要了 你怎么玩 我不说 你想搞什么 你不能 你不能 你不是 你不能 你不想 你不是 我 我 你不是 我 你不是 你不是 我 你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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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玩吗 姐姐我拿到女主角了 真是多谢你啊 导演 发你这双眼睛很漂亮呢 往后啊 这美丽世界就由我替你看了 还有你男朋友啊 真挺帅的 不是你姐 这么多 什么姐姐 我可没这样的姐姐 你和你哥 不过是我们君家养的两条狗饭了 还有一件事你告诉你 其实你哥的那场车祸啊 是大哥做的哟 谁让他发现了公司的财务漏洞呢 事关那么多人的生气 大哥也是迫不得底 那个亲爱的要怪他 你胆敢再骑过条约 我就打断你的腿 你哥他们都是为了你好 但是在陪着 你别不识好歹 去你家 好若有下辈子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我 我没死 我又回到了恶梦开始的这一天 我因为不肯替家 断水断食 挨自毒打 然后所有的恶梦都是从今天开始 像你身后所受的折磨 我家是活客 那君家就是我 那君家 你还真是死 我活着 我要报仇 我要找到我的先生后母 反正他也不是咱们亲生的 白养他这么长时间了 也该发挥点作用了吧 那墨尘家的财产和事丽 那也不能 白嫌了这个坏人呢 那墨尘不能人道 他嫁回去就是摆设 你还指望他能拿到什么墨家的财产 就算是侥幸得道了 他不一定拿回来给他们君家 不然能怎么样 咱还能让小月去跳他墨家的虎坑 但是他就是不同意啊 该怎么办啊 他同意 我劝劝 你们实在劝不动就是打 打到的同意为止 啊 妈 我见 哈哈哈好好 这就对了嘛 哈哈哈哈 你是谁 你不是君 你是谁 我是苏音 虽然是养女 但也算是君家的女儿 滚 我要的是君小月 我知道 你之所以选择跟君家联姻 并不是真的喜欢君小月 而是想借此机会 想扩大自己的商业本图 制霸国内 知道还敢来提起来 搜音什么 你这么聪明 难道不知道我陌生是什么人 心狠手辣 脾气乖张 还 不太行 想死 你才想死呢 恰恰飘死了 我要你接纳 让我成了你的佛塔基 凭什么 凭什么 凭我手上 有一个能让整个君家 全盘崩溃的秘密 取了我 我能帮你得到整个君家 而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 又不靠谱的 联姻关系 一身入居 有点意思 喝吧 你有什么 我需要 让莫先生 帮我个想吗 我跟全国的名师 学了这么多东西 夫人 你也来吃电视的女孩报了 夫人 这是少爷让我给你一次 这个 就是传说中的海洋之星 真是可惜 嗯 嗯 夫人 司机问您是先回莫宅 还是去居夫人的生日宴 莫总怎么说 莫总说他晚点到 请您不必等 啊 啊 不 不是 当然是去君家 会会那般哦 妖魔鬼怪 啊 这个书彦到现在还没到 这么多人挡着他呢 我看他呀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妈你别生气 人家书彦啊 现在是莫总说的呢 有点态场应该的 我看他根本就没把他的妈放在眼里 没把金家放在眼里 说是莫总 谁不知道是个守活寡的呀 哈哈哈哈 他现在在莫家肯定不好走 最后啊还得讲到您 错 现在咱们军家不仅和莫家有合作 还和云城的苏家也有了合作 往后啊 咱军家在这京南的地位 那是不可估量的 哈哈哈哈 我们家小月啊 也签了新公司 好乐物 已经开始演戏了 和那著名的导演合作 哈哈 哎呀 好乐物啊 那可是国际大公司呀 我看呀 李君小姐的美貌 再加上好乐物这个靠山 那以后获得个世界级的影后 也是可以的 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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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 慌什么 苏 苏 苏燕回来了 你们看 他身上这套衣服 是巴黎那样的先进口里 什么 我昨晚才在杂志上看上 他怎么这么快就穿在身上 这可是念峰和念大师的亲手定制款 海洋之心 传说中和铁达尼克号一起沉默近百年在海底的传奇咲链 我家传家宝 他怎么给戴上了 这还用想啊 肯定是假的 他一个摆设夫人 哪来的钱呢 姑娘 正在网上找的图片 做的高仿吧 而且 全世界只有一趟 他可真丢人呐 就是 听说呀 叶峰和大师今天还有亲临 说到时候要是让他撞进了 妈 生日快乐 你个贱女人 真假不欢迎你 赶紧给我滚 方月 你妈过寿 你送那么小个礼物 你的礼数何在 就是我妈的礼物 堆山马海 我看呐 就属你的罪行 果然呐 不是轻生的就是不行 你拿着这么一个不欠的小礼物 你给我家的脸都丢尽 方大有什么用 你们要不要把盒子打开办公室 就你这一身冒牌货 能装什么好东西 却晓月 你还是那么在乒衣服 却晓月干嘛 你干嘛呀 快 苏妍 你给我记住 往后啊 你只能穿我穿过的旧衣服 不准买新的 要好准买明 你用是这个装的比我好看 我就把你所有的 露姐 小玉 小玉 你干嘛呀 都给你钱 小玉你干嘛呀 那边就在露哥们的衣服 你这可以穿新衣服吗 小玉你干嘛呀 你活着 我胡说 我胡说什么 我就是想说 我这件衣服是真的 只需一件礼服而已 没必要造假的 只需一件礼服啊 苏妍 你知不知道你这套礼服的原版 可是聂峰和大师手工制作的 以海之女限量版为基础 全世界只有一套 别说你能不能买得到 你能买得起吗 我不是买不起 可莫晨买得起的 而且不止一件 聂大师的高定款 每一件我都有 不全都是按照我身材 量身定制 哼 苏妍 你在逗我吗 谁不知道 他只为何野人的贵人罪 就你 也配 妹妹 说大话之前呢 最好多了解了解再说 免得说出来丢人现眼 哈哈哈哈哈哈 混账 只是嫁给墨家而已 你在那说什么大话胡话 赶紧给我滚出去 这颗海洋之心 还不足以证明这件礼服是真的吗 这颗海洋之心 还不足以证明这件礼服是真的吗 如果你们非说是假的 只能说 你们都没见过是吧 你真假的骂顶嘴 拿个脚步到这股 扔着 听说海洋之心 可是世界上最坚硬的宝石 怎么可能轻易摔碎 这肯定是假的呀 我这次回国 就是想见见这位苏小姐 谁人不知道 你聂大师看不上这场级别的厌怀 均假能够遇到你 也算是他们三生有幸了 均不均假我不知道 但是这位苏小姐 可是连我的老师都会想见一面的人 我今天能看到苏小姐 还是托尼莫总的服务 周苏 给君家准备的礼物 给夫人了吗 放心吧少爷 我亲手挑选的最大的南海野明珠 保准君夫人买 牧尘 你好大的手笔呀 南海叶宁珠全世界只有三颗 价值连城 看来啊 你对这位新婚夫人 很是满意吗 放心 我只是不想落了莫家的面子 君小悦你干什么 干什么 当然是拆穿你了 看一看 你到底有多假 君小悦 我穿什么和你没关系吧 现在你把我东西弄坏 这可是不争的事实 不就一点假货吗 你说多少 我赔就是了 这条项链你可赔不起 这条项链你可赔不起 一分合大师来了 聂大师您来了 聂大师来了 怎么不通知一下呀 我好派人去接你 您好苏小姐 很荣幸见到你 聂姐姐 你不用这么客气的 您可是蓝亭夫人的得意门生 按照礼数是应该的 真是抱歉 您给我精心设计的搭配 您不需要道歉 您不需要道歉 谁悔的 谁道歉就是 聂大师 有事厌厌的 那条项链 我们照常陪 但是不知您和苏印的关系是 我们的关系 跟你没关系 不是那条过项链吗 谁不解释他 到底什么呢 君小姐 你是瞧不起我聂风河 还是瞧不起这条海洋之心项链吗 这件礼服 仅此一件 项链嘛 也仅此一条 原来没有同款 以后也不可能再有 不说这件礼服 就是这条海洋之心项链的价格 至少上帝 什么 一条假的破项链 你要上帝 好啊 我看你们两个今天是合起火来来抢劫的吧 啊 什么大师 嘿 我看你狗哥就能吓了 再一遍 也不如你们真嫁人嫁吧 你们再说一遍 姐姐 哥哥不是要打你的 聂大师 你看这样好不好 我先给你陪你道个歉 至于这条项链吧 我们再看 这件礼服 我已经送给苏小姐了 如果你们真的要道歉 就向苏小姐道歉吧 你们要是想道歉的话 给苏小姐道歉吧 我需要 让莫先生 帮我个小忙 说 我要找几个人 还需要一样东西 我可以答应 但是你要告诉我为什么这样做 三个月之后 我妈生日宴 我需要一样能穿场面的首饰 可以 这么爽啊 不愧是 不愧是我想的 突然觉得 嫁给你啊 我好像赌对 道歉 对不起 许晓月 你欺负人的时候声音挺大的 怎么现在道歉欠来 生比苍蝇还小 姐姐 对不起 也要道歉欺人呢 小月好歹是你妹妹 咱们军家 管这么多年 不看僧面看佛面 这一个亿就算了 算了 凭什么算了 你们军家的面子这么大吗 是一个亿啊 你们之前怎么对我的 全都忘了是吧 我今天就把话撂去 军晓月 你的道歉我不接受 这一个亿 一分也不能少 苏彦 你妈今天过生日 你这是大呼小叫的穿河蹄桶 赶紧回来给你妈道歉 我 有什么鬼 你个丧良心的死丫头 我不给你点颜色看看 你不知道 你 我 谢谢 住手 谢谢 你再晚一點啊 莫總 你可來了 你再晚一點啊 就見不到你的莫夫人了 莫總 師盈師盈 今天怎麼有空來這裡啊 蘇菸啊 還不趕快扶著莫總 我聽說君小月也不願意上 所以才讓蘇菸講 不可能絕對沒有我的事 這是誤會啊 一定是誤會 誤會 看來我送你們的禮物 不太行 莫總為君夫人助手 特贈南海葉明珠一顆 價值三千萬 這麼大的南海葉明珠 幾次都尋不到三顆 莫總對這個蘇小姐還真是不一般啊 可惜啊 他們家盒子太小 壓根沒看上 還要撵我出去 既然如此 那就沒必要撤出 夫人的項目力 君小月 請你召架 現在市場價值一個億 你告訴我只一個億 多人嗎你 多人 君小月 你說話之前好好想清楚 你是在說堂堂默是總裁 在額你 我在那談家 你敢至於 只要我忽然一致 我會斷掉軍事集團 和我末世集團的所有投資 你千萬別 不是那個意思 人家要是不想破傳的話 三天內 一個億 莫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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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兩家已經年輕了 現在是親戚 您看 小姐 不信你惹了貨 你幹嗎 你姐姐姐我道歉 我 我給點道歉 你嚇死我 莫總 莫總 你大人比起小人怪 她還年輕 千萬別我進去 千萬別我進去莫總 你 姐姐 你都是我不好 我敬你一杯 你別想悦 你少跟我來這套 姐姐 我又知道錯了 雙門姐妹一起來了 我這一個以你發生 我一定會還的 這一個以你發生 就這一杯 你关心我几日 我真的你关心我几日行吗 周苏 哎哎莫总莫总 今天把你的传家宝都换 放心 假的 你也拿我妈什么意的 我送你份大的 那那我可得听听啊 多大的力啊 以前女友苏妍 够大了 你怎么了苏妍我要等不舒服 我先去消息苏妍苏妍 我先去消息苏妍 这谁呀啊 谁呀 这家人怎么结识 我怎么来这 你也没想到 我说 我说你这么大力 我去来了啊 我发现了吧 啊 我发现 到这里把你啊 来 啊啊 我都躲在 苏叶 苏叶 你在我苏叶 喂不得 苏叶好像非得在座吧 你的手机认为 哇 你以前 你不是跟我装得挺清准的吗 今天啊 我觉得你尝尝我的厉害 我叫你老奉叶 叫你老奉叶 你老奉叶 快点到 你干什么这个 我离不家 苏妍 苏妍 小 谢谢 初晨 我 请谁 我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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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想 放开我 不是 你 我是音音的讲 你不理解我 音音 你不音音才知道 让他消失 所以 你 都做 马上去 自己 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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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素 周素 哎 少爷 哥哥的上去 哎 少爷 少爷你没事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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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了吗 好 好多了 那个 今天的事又不是你 你 你给我记住 你是我莫辰的女人 如果这种事情传出去 我的脸上也不好看 哎 哎 我不管 反正今天这事 就算我欠你一次 还是算了吧 连庄老都叔叔公子 你才学了起 我师父是我师父 我是我 连他自己都说 我的天赋比他还要好 况且腿疾这方面 我也有经验 怎么了怎么了 我的天 好像有知情了 真的 这是好事 这个方向没错 我真的能靠谱 真的能站起来 当然 真的了 我只能站起来 还能当个 真正的男人 不好意思 我刚才试探了 你继续试针吧 哦对了 你以后有任何需求 都可以找周苏 任何需求 你给我记住 你是我莫辰的女人 你若是有什么特殊需求的话 那就赶紧把我治好 遵命 老公 苏银 苏银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他就是先退报复我们 对不起大哥 都是我的错 我不但弄丢了油盘 他还给我死损许一个亿 小妹 小妹乖 这事不怪你 要怪就怪苏银那个恶多男的 就算我们没有雪月身份 但起码你在她姐妹上 她怎么能这样对你呢 大哥 现在当务之急就要找到油盘 毕竟那是小月花了我的通宵 给你做金融当案 这可是关门公司上市 公司上市要失败了 对不起师傅 你咱们军家可就完了 这事我知道 小月 你现在就给那个贱人打电话 说一个一准备好了 让她过来拿 我上拿上一个一呀 可是我没有 这钱我出 打电话 好 这送呢 啊 他拉肚子了让我先送你一下 你 放心我有在这 走啊 挡在那儿 有话快说 门号挂了 等等 那一个衣服准备好了 你过来拿吧 我过去拿 俊晓月 你搞清楚状况 应该是你登门赔罪才对吧 苏英啊苏英 你什么时候才能像小月一样 董事顾大局啊 不就替他嫁了个人吗 至于这么委屈吗 我没时间听你废话 反正 钱你让俊晓月自己送过来 就算有替假是委屈了 那你也不应该偷小月替大哥 做金融方案的优盘吧啊 那可是小月花我通常给我出来的 不问自诩那就是偷我 原来 你们是出了优盘来的呀 原来 原来你们是出了优盘来的呀 原来你们是出了优盘来的呀 行 等着 什么优盘 什么优盘 你听见了 我是腿有病 不是耳朵聋了 哎呀没什么 明明是我的功劳 某些人非要占为己有 哎 你帮我个忙 我需要一个能定时格式化储存内容的程序 这个忙我帮不了 好吧 我在 我在 我虽然帮不了 但是我公司里有一堆程序 他们该帮 那真的 走吧 点火在哪 我 你 哇 大哥好厉害 不是说末大车已经到了 苏仪怎么还没来道歉了 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把小月东西还给小月 做姐姐的人 咱不拿妹妹的东西 我到底有没有点羞耻心 军妮你也 谁没有羞耻心谁先有数 对吧军妤 大哥你别生气 铁迪是不可能投方案的 他很有实力的啊 有实力有什么实力 被新北大学开除的实力 二哥 这里面一定要什么误会 姐姐学习长期一直名列前忙 晓月都很羡慕呢 我不像我身体不好 学习成绩也差 我喜欢跳舞 也因为心脏就跳板了 哎呀呀呀 君晓月这不可是演员啊 真会演啊 够了苏伊 君家让你这么多年啊 让你没君家做点事怎么了 姐姐对不起 我知道你替我加入了莫家 心里难免有缘性 我都理解他 哎 小日 苏伊你 小月你没事吧 苏伊 不管怎么样 今天你必须把小月的方案 还给小月了 还什么方案 我看你们三个没搞清楚状况 我今天 我是来讨债 苏伊 到底想做什么呀 我想干什么说的还不够清楚呢 我说我是来讨债的 一个亿 然后把我的东西拿走 从此以后和你们君家没有办法的关系 你 二哥 别生气 姐姐 这就是因为我家的莫家心里难受 我理解他了 替价是替价 偷方案是偷方案 这是良良的事不能弄回给他 再说他不是知道那是莫家自愿行价 小月 你啊就是看善良的 所以总是被松阴上 二哥 你真好 福音 把小月的方案还给小月 姐姐 我们都是一家人 你跟哥哥们道个歉 我们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好吗 还是那么好 叔叔 姐姐 救救我 苏爷 小月一直为你说话 你怎么对他的 赶紧向小月道歉 这个都能把锅甩在我脖上 看好了 这个才是我做 啊啊 杜音你招死了 大哥 啊 大大大大哥 大哥 大哥你没看到 大哥 莫草的女人 也是你们真假感动的 啊 谁让你弄我东西的 就你随着破烂 没人浪费都不错了 我的东西也是你弄的 啊 我弄我 怎么着 你又不是俊家亲生的 你还欺负到我们小姐头了 啊 你嫁得太有男人 你个山居就变成疯了 不 都比不上我们家小姐的小脚直头 我 现在君家的一条 都能骑到我头上 是 又怎么样 来来来来 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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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什么说的 这是第一次次发这种奇怪的要求 当你话都说了 这就 那就当不 是我这么大 不行吗 吗 你干什么 是 我可是金家小眼保姆 哎 看什么 看什么 哎呀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哈哈哈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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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救命啊 哎呀 哎呀 哈哈哈哈 杀人了 你妈呀 杀人了快救命啊 救命啊 哎呀 哎呀 姐姐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你有什么事冲我来 你不要欺负刘妈好不好 哎呀小姐 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你心里有情你冲我来 我一把老骨头了 我散了就散了 你千 别打我一下 别打我一下 书彥 你太过分了 你针对完小月 开始针对刘妈是吗 你什么时候开始憋得这么恶毒了啊 哼 大 爸 怎么回事啊 我们一上来就看到苏英他在打 胡闹 胡闹 书彦 你偷了小月给他哥做的金融方案也就算了 现在还要牵动于刘妈 我怎么养了你这种孽子 天啊 孽子 君家人 还真是让我开了眼了啊 够了苏英 你现在把用盘还给小月 再给小月和刘妈鞠躬道歉 爸爸我呢 就还当你是君家的小姐 否则嘛 就从哪里来的给我滚回哪里去 巧了 反正我也没什么兴致当君家的辣小姐 我这次回来呢 就想拿走我自己的东西 您要是非想断的话 那我们这次再断过关系也是OK的 所以 你疯了 不过是让你当个倩儿 你就要跟君家断绝关系 我看你是无药可救了 姐姐你别这样 你别这样 好 既然你这么想跟君家脱离关系 可以啊 但是 在此之前呢 你要把君家给你亲哥苏恒车户后的所有资料费 一一归还给君家 没错 君家的东西 你一分一毫 也别想带走 好啊 那笔费用我知道 一共三百二十万 我好歹为君家呀 辛辛苦苦都一辈子了 是我的老人的 我老了老了呀 还让他胖大一顿呢 哎呀妈呀 哎呀他给我脑袋呀 浑身可可 哎呀哎呀 哎哎哎 没错吧 刘妈再怎么说也是我们君家的好人 他让苏英脚人给打了一顿 啊 苏英得赔偿 妈 不然 这让君家想知道 会让他们寒心呢 嘿 嘿 有道理啊 哈哈哈哈哈哈 这样 除了你哥的三百二十万 你再拿出一百万 作为打伤刘妈的医药费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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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万我可没有 你们 倒是可以听 这 哎 谁让你做东西的 就你这么客气的东西 我跟你说没这烂钩就不错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着呢 啊 你又不是君家的大小姐 哎 你还欺负到我们小姐偷了她 啊你别以为你嫁个废物男人 你这个山鸡就变成凤了 我告诉你 你这不如我们家小姐子小脚直套 来来来来来 你打我 好 他们第一次有人跟我去 这么奇怪的要求呢 既然你话都说了 哎呀 家主啊 少爷们的我 我 我 你们也听到了 我可没打他 他现在反过来管我药医药费 这叫什么来着 不是 这个在民间叫 鹅人 啊 十年起步哈 我刚刚看到周肃的消息 家里有国内最顶尖的律师团队 你怎么开心怎么了 你们也都听到了啊 报警还是死了啊 你也知道 你是不是以为君家这就被你威胁了啊 我可没想威胁你们啊 就是呢 最近某些人的公司好像上市了 这个时候要是有什么不好的传闻 怎么问 说吧 多少钱 我也不管你多要 三百二十万 正着好 苏伊 你你狮子大开口啊 这点破事你要三百二十万 好 我答应 哥 你还想干什么 还有一个意呢 姐姐 我知道你恨我 你有什么事 你你冲我来 你冲我来 你冲我来 你不要为那罢了虎哥哥们好吗 好啊 拿钱啊 小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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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悦的伤是怎么回事 宋言踩到 对 你这个丧心病狂的孽女 你还对你亲妹妹动手 这下你满意了吧 什么生病狂 害我军家平板损失三百万 明天我就开了你 家主 这个事真不赖我呀 真不赖我 对 家主 这个是我找的 优马 你在哪找到的优胖啊 优马 你在哪找到的优胖啊 哈哈哈哈 谁让你够我东西的 你是我的优胖 你这 你把我东西给我气 你的东西 这优胖里的方案明明是小悦熬了五度下做的 你的东西 不优劣 你没看出来吧 那天我就看你慌里慌张的 我就知道你优盘藏在哪儿了 算 一个破优盘而已 反正我想要的东西 已经拿到 周苏 我们走 姐姐 你别生气 爸爸哥哥们 也是为了你好 姐姐等等我 姐姐 姐姐 都说我不好 姐小月 你别演了 没人跟出来 苏妍 你说了 别以为我不是她 你今天来君家的目的 根本就不是为了那一节目 而是 那个优盘 那要怎么样 不得不说 你做的那个方案可真是不错 有了这个 大哥的公司马上就会上市 到时候别说是一个也 就算是十个也 我们君家也给得起 等公司上市了 我就是公司最大的功臣 而这 都是你 你打呀 你要敢打我 后果可是你承担不起的 都是你 你 是 是 你 你 是 是 啊 是 你 是 我 你 是 你 你 在什么 我 你 接下来 背好瓜子板凳 准备看戏喽 董事长 这是与军事社区的合作合同 给军事集团的资源 我们可以多清洁一些 毕竟他们最近又上升 我们是他们的寇舍 你应多帮一点 对了 下周的商务酒会 是他们上市的关键点 帮我订两张机票 我要亲自过去 是 还有 那件事情 有没有信息 董事长 毕竟他们被管 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您再给我们点时间 弟弟妹们 你们到底在哪啊 是 你是 我是她妹妹 哦 哎稍等一下 你哥哥有个东西 让我转交给你 她在昏迷之前跟我说过 有个很爱她的妹妹叫苏音 如果有一天她回来了 就让我把这个东西转交给她 谢谢啊 哎呦 哎对吧 等你毕业那天 给你件礼物吧 什么礼物 什么礼物哥哥都可以给你 真的 那我肯定好好行行行 我要一家进入公司我要当老板 周克 你干什么呢 放手是 那是夫人的东西 夫人说以后早晚都 给您治疗 所以就 所以就是吧 就同居呗 怕了 周总 你跟我多久了 嗯 十年了 我最讨厌什么 最讨厌别人靠您身体 那你还 喂 你干什么 哎 不应该 哇 哈哈哈 我就是想看你下个身体没有门子 按理來說 怎麼看見治療像我應該只能為是幾個 現在看 這不不錯 想康復呢就聽話 早點好起來 我才可以指望你幫我對付君家呢 我會配合你治療 但是同居就算了 你現在給我出去 你到底要幹什麼 現在什麼感覺 修點三頭 修點 炸 修點 啊 又笑過了又笑過了 又笑過 啊 開不開鞋 救不救鞋又沒話 你到底對我做了什麼 沒沒做什麼 現在給我滾出去 你就滾 哎呀 某些人啊 有一個大好的機會 讓你重新當馬在人 你還不要 別後悔了 站住 怎麼 後悔了 下次 下次什麼時候 你又不讓我在這住 我每天早出晚歸的給你知道 打杯 我 不然 那 有 有 大晚上的不睡觉你有病啊 你才有病呢 你大外也不睡觉看我干嘛 是不是喜欢我 你是不是因为过几天的伤务就快 你放心 你现在是我的合法亲子 亲家的事情我会帮你注意的 亲家的事我倒是不担心 我就等着看戏了 那你为什么 你呼噜声太大了 控着控着 是我的吵了什么都是 隋月 官安邮盘检查过了确定没问题对吧 哥你放心 有了这些资料在啊 公司上市的事情一定十拿九稳 还得是咱们小月啊 人美心善就算了 还有这么高金融天赋 大哥公司有了你啊 肯定飞黄腾达 咱军家也会卖上一个新台阶 没错 小月呀可比那个苏音强太多了 我就不理解了 为什么同样的生活环境 咱们家小月和苏音就如此云泥之别呢 大哥 这有啥难懂的呀 他又不是咱亲生的 自然是遗传不了咱军家的绝佳天赋了 其实也不怪姐姐 毕竟她替我嫁到了诺家 心里我难免受了愿气的 就算她打我骂我 我也都能理解 你呀就是太善良了 才总被的欺负 你放心这次酒会啊 你好好发挥 你们公司也会趁机搞点直播什么的 给你打造人设 大哥相信你啊 你肯定会站在他苏音 仰望都仰望不到的高度 对了小月 大哥呀 还给你准备了一个大惊喜 惊喜啊 什么惊喜啊 苏锦 认识吧 是那个手握跨国财团的苏氏集团 在国内能和莫家平分秋色 在国外增横披靡的苏锦 没错 就是她 她现在可是咱们军家的大靠山 别怪当哥的媒体情侣啊 她现在可是最炙手可热 被各大豪门名员们 争着抢着要嫁的香波 哈哈 哥 你说什么呢我听不懂 哈哈哈 大哥说的没错呀 你要是能把他拿下 那咱军家可就稳了 老时候 借给苏音爸爸的胆子 他也绝对不敢招惹你 那 我挪挪力 打药 来 打药 待着 来 苏音 这次酒会之后 我一定会把你死死的踩出脚下 静悦 内微就是苏锦苏鞋的 一会见到我的时候 一定要称呼其为哥哥 内微对这个称呼没有任何比方的 哥哥 苏祖这么大人物 小女孩 她还喜欢这么平常的称呼啊 听说 二十多年前她总丢了个弟弟妹妹 所以她对这个称呼啊 一直都有执念 哎真巧 苏音姐姐和苏恒哥哥也是走丢了 平淘酒妹 会不会说什么呢 他们两个废物 怎么可能跟苏锦俊有大人物开关系 别开玩笑了 对啊 来 嗯 这不是居家的称呼吧 又在这路上飞回来 书业 这里是商务酒会的现场 你来干什么 这个酒会你救房次的人都能 我墨城的夫人为什么不弄 我从不认识 姐哥 这不是那个意思 因为姐姐第一次来这么龙宫的酒会 吃饭的又这么华丽 没话 你别装了 我不吃这个 今天也 我们签的是对赌协议 一周之内你要上市成功 我为你的公司注资五十 若是上市失败 你所有的 都将属了 这件事情 都让莫总失望 四季哥哥 我叫薛晓月很高兴 莫总别来无恙 嗯 你叫什么名字啊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我 我 你不是要去卫士部见吗 现在可以去吧 就是都看得良眼 谢谢 看来这位 这是前段时间莫总习婚妻子 怪不得一副很紧张的样子 我自己的猪人 我当然是 你紧 和君家的对赌协议 看来莫总要回去取消了 毕竟有我苏家者 如果不是偷猪 我都能够上市 哦 但是如果你不知就是偷猪 君家的方案我倒是看了一眼 如果这个方案是偷猪子 那你有看人 连偷猪子 不怕苏总音效吗 这方案呢 正是家妹显悦亲自做的 小妹不才 这一个方案呢 我熬了只有五位 君小姐做事 希望君小 五个同学 看来君小姐不仅演技过人 更是商业的奇惨 苏总不讲了 周素 嗯 被别人抢风头 也不生气 生气 为什么生气 抢来的终究不是自己 况且 好戏 才刚刚开始 大家好 我是君天一 相信在座的各位都知道 我们君士集团 上市在即 而上市之前的最后一轮融资 也即将在今日正式开启 并且 我还要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情 我们君士集团 已经获得了来自云城的苏纪先生 和苏氏集团的鼎力相助 相信大家都知道 苏氏集团的实力 所以请大家相信我 相信君士集团 同时也相信苏氏集团的眼光 我们两个公司 这么多这么多 那如给我们分享点实在的 谈谈你的融资方案吧 是啊 不如跟我们聊一下融资方案 也好让我们大家心里有个数 是啊是啊 大家放心啊 这个呢我们早有准备 大家请看 工作人员 天下大屏幕 我让你事先准备个PPT 不是你没人让我准备PPT啊 没办法 我妹妹君小玥 他们给你发什么 张总 哥啊 这这怎么回事啊 大家都等着呢 怎么怎么知道怎么事 小玥店后呢 我慢慢问一下 君总 你们不会根本就没有融资方案吧 怎么会呢啊 这么专门事儿不可能 我不可能吗 那那那个大家先等等啊 因为 因为工作人员那边出了点状况 大家先等几分钟 等几分钟 哎 哎 你这些话什么意思啊 不是 是你们的人 没有给我们大屏幕的内容 怎么怪我们呢 你 君总 到底怎么回事 这是最后一轮也是最关键的一轮融资 这么小的事都能出错啊 君总 你们军事集团 你呢 看起来不是很靠谱 哎哎哎 哎 大家稍喊物奏 稍喊物奏我再去催一下 稍等几分钟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你 Collins 韯玉在哪 发油盘为什么没给我 那我发辣工的 我真的回来 这么回来 你正在现在什么时候啊 你们狗粮 我说你没了呢 他那里面还在里面呢 军连翼 你不会什么都没准备 跟这儿逗我们大家玩的吧 军连翼 你不会什么都没准备 跟这儿逗我们大家玩的吧 姑叔 我怎么能拿上市的融资 这么着实开玩笑呢 众所众之 我们军事集团 已经获得了苏氏集团的合作 军连翼 大家要看的是你的融资方 跟我们苏氏集团无关 军总 苏总的话在里啊 既然你有什么事情不方便的话 那不如就和我们聊一聊 也未尝不可呀 是啊 大家都是酒精商场的人了 这行事化的PPT不看也罢 咱们简单聊聊 这 我们堂堂军总 不会连自己公司的融资方案都不了解吧 不会吧 人家有所不知啊 哎 这套方案是我妹妹君小月亲手撰写的 她现在本人正在厕所啊 她马上就回来 大家稍微污造啊 我再催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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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还跑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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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对不起 什么对不起 翻 文件人 啊 回来 啊 有 是 空的 啊 空的 你怎么可能是空的呢 早上不还检查过吗 啊 算了算了 空的 哎 那嫂子你请 你现在回来 我来解决一下 我来愿 您好 您播降的用户在十五 君总 您亮了在场的各位也有一段时间了 小月还没回来呢 要不要派人去厕所捞一下她 该不会 掉脸了吧 乌一 小月好歹是你妹妹 你怎么都当容羞辱她呢 开玩笑嘛 大哥这么认真干嘛 她要是没掉脸 你就让她把什么PPT啊 螺子翻都发给你就好了呀 你要是不方便 发给苏总也可以 对吧 君天义 你刚刚说苏氏集团是你的遗证 大家都知道苏氏集团是大公司吧 交给他们 想必大家没什么意见 没意见 没意见 军天义 要不然把融资方案发出 要不然把你妹妹叫过 二选一 搜搜搜 大哥 这还有什么好纠结的呀 你在这磨磨叽叽的 是不是根本就没有融资方案 军天义 你是要融大家的资把公司抬上市 像你这样的董事长是不是太不负责任了 我们怎么敢把钱交给你 我原本打算是想投一点的 现在想想还是算了 投什么呀 你看这军事集团这态度 融个资连方案都拿不出来 被我还套现出来一笔贷款 准备个追市融资呢 大家等一下 大家等一下 军天义 博客要提醒 我们签的是对资协议 到时候公司上不了市 你所有的股份都是 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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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再给我几分钟时间 我一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好 大哥还有什么事吗 我再打个电话啊 我再打一个 去 我这小铁给我找过来 立刻我上 你 你 你 小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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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说什么呢 走啊 大家还等着你呢 走啊 大哥 我再来 小鱁 大哥 小鱁 快 跟大家说说你的方 简单说说就行 我不说 我不说 你不说 这个问题等咱俩上市了 我 我师父 我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大明星上台会受恐呢 小鱁 你今天都一直回事 好 好 行啊 君天忆 你还没看出来吗 居小月不是不想说这个融资方案 而是 她根本说不出来 露音 你傻一下血口犯人了 又是 得不看看这什么地方 在场的都是商业界的名流 快 给小月道歉 小鱁 我知道你生我的气 可我并就是个公众人物啊 今天在场这么多人 你这样羞辱我 你这样我怎么活 小鱁 你差不多得了 在场的诸位什么厂分给金兵 他们根本不吃你这套 是要做小鱁 麻烦你还是跟我们说一下你的融资方案吧 我们也好赶紧决定 到底逃不逃你们军事集团 是啊 快点说吧 毕竟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啊 我 什么 说出来了 所以 你勺大差 这个方案明明是小鱼熬了五个头像在做证 他怎么可能说不出来 我可以作证 作证 不敢说 这份方案出来的时候 你还在国外参加学术论坛 你拿什么作证 既然他不想说 那就由我们来说 你 你 你 这套方案 就是军事集团融资方案的策划方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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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致方向就是这 苏小姐 为什么您对军事 其他的理解方案 这么清楚 因为这套方案的编战者 并不是军小玉 是我 你胡说 这方案明明是小玉 明明是什么 明明是你妹妹熬了五个 童小写出来的吗 你脑干是被你妹妹给抽了吧 你好好想想 像这种需要大量数据和实际案例 才能写出来的方案 怎么可能端端五天就能完成 苏英 你不要在那儿瞧人吝啬 你是什么样的人了解军家人都知道 我看你之所以了解是文案 那是因为 你在这文案里动手脚 哥哥 让你想起小玉 小玉真好 这个方案是我那么辛苦做 却 却被他这么 他们对我 我好难做 对不起 哥哥刚才不该哄你 你说完了吗 说完可以下去了 各位啊 实在不好意思啊 我们军事集团的融资法案 小心大家都已经了解了 现在宣布 军事集团上市之前的最后一顿融资 正式开启 一 我宣布 军事集团最后一轮的融资 正式开启 诸位 你们这是 军总 您军流的融资 大家 参与 谁高的 我也算了 看您这态度 我们投票此前指不定就是别人的 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军天义 大家正是在用实际行动告诉 你 还有你们军姐 都是一群不分是非 练不清轻重的蠢货 你该就是这个军事集团 这你没错 我刚才亲眼看见军事集团 贝德哥军天宇给拉进去 谁让你 军事集团还哭 你说不定 你说不定 这几个 今天咱们得稳一点 你算是正道 你那柳热熊 这要是排队的什么 那咱们正大 你搞声太早了 我可听人说呀 他来这小会啊 是为了给自己公司提供融资方案 说不定不仅没广 而且啊 还要帮他立一个刚逼合的人设 我了他多了 什么瓜呀人设呀 本正有二百 有一样 你本正不配 还可以 所以 也太过分 你也读出的东西 到底是谁过 莫总 至少你会这样 我就不怕得罪你 你看看你夫人把我妹妹欺负的 我妹妹好歹也是个公众人物 你让他以后跟公司怎么解释 什么 不用解释 我说 莫总 您应该不会觉得您在国内一手之天猛 啊 我妹妹他 你妹妹签约的公司都是我莫氏旗下的 怎么 你心话不不用 苏总 还请您说句公道话 没 我看在咱们两个做的份 我劝你 赶紧让你这个哭唧唧的妹妹 向莫夫人道歉 你也是都很开心 他就是在抢人 苏董 苏董 您这是 是你让我说句公道吗 我们作为合作方 我不想看你越陷越深 现在的事实就是 你把大家当傻 大家不买羽丹 你把我说 大哥 对不起大家 都是我的错 就从我姐加入莫家 怕他就忘了我们军家的养育之恩 我就偷偷把法案抢了起来 对不起大家 我不应该这样 我愿意做任何金服的惩罚 我 赵晓月 你别哑了 没人跟过了 苏妍 不得不说啊 你做的方案可真是厉害 有了这个 大哥的公司很卖嘴上去 赵晓月 导演就没和你说过 你演技是不错 就是没长脑 赵晓月 赵晓月 导演就没和你说过 你演技是不错 就是没长脑子 苏妍 我什么我 徐弟也真不许有拆穿啊 大家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你们别听他胡说 你还嫌给君家丢的脸不够多吗啊 你好张总 电台先进入我 现在太一半要认识你 不是你现在在这里边就吧 张总 什么意思 你还有厉害 李总 李总 小玉 小玉 看着啊 小玉 这是名秀 小玉 学盘 你 快开 这 你 你 你 把这 回家 姐姐对不起 我真的错了 我求你原谅我好吗 姐姐对不起 我觉得错了我求你原谅我好吗 原谅 哎我拿到你主角了 真是多谢你啊 导演 你这身眼睛很漂亮 往后啊就美丽世界就有我给你看了 还有你男朋友啊 帅子 居小元 自己做的要自己去掌声 这一切都是你应得 还有你 还有你们背后的君家人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今天 只是开始 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你们都不用跟我求情更不用认错 这些年 你们对我和我哥哥犯下的恶 我会一点一点 统活给你 哎 爷爷爷爷 你这是咱家的家事 有什么事咱撕别解决啊撕别解决 我莫家的人 想说什么 想在哪说 不需要你们君家的居士 君天爷 我劝你现在趁我还能控制得住脾气就少说话 在这里 我就把你们君家的这破事都倒出来 比如什么公司账务 哎有事好商量有事好商量 哎是是我们不对是晓月拿了你的方案是我们大名家是我们对不起你哦我说了不用道歉 即使道歉我也不会接受 这些我要点累 这个准备也没什么 周苏走 各位 这再说好一早让大家接跳 融资的事 人家的事实在是太乱了 我们 似乎给你撒叉 哈哈 那位是 你们青山的问题也太大 听着就像个后来 我们今天呢 哎会你头了 哎大哥大哥 大哥大哥大哥 先生 那个刚才那个先生啊让我告诉您 距离对赌协议约定时间还有一周 这一周之内啊如果您不能将军事集团如期相试的话 他说别忘了让您带着所有股份去莫家找他 别忘了啊 这家忘记 啊 大哥大哥 大哥我不错了大哥大哥 咱先去 咱先去 大哥 大哥 闭嘴 我让你闭嘴 听不见吗 闭嘴 闭嘴 大哥大哥 那我闭嘴 不是闭嘴 晓月你告诉哥 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 我跟你说话呢 说话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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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闭嘴 你让我闭嘴呢 不是 他是咱琪妹妹大哥 滚开 都是你关子 大哥 军家 太令人失望 天天爽啊 爽 今天只是开始了 那我就好好期待一下了 等一下 等一下 先生 你叫苏英德 是啊 苏英小姐 能否 请你吃饭 苏英小姐 能否 请你吃饭 啊 这个 不是太好 啊 周苏 走 咦 干嘛呀 苏 啊 不好意思 姓苏的 你什么意思 苏英现在是我的妻子 你的妻子 你配吧 好啊 那就看看他 怎么学 周苏 哎不是你 这就走了 不好意思苏总改改改天赛业 找我一下 不是莫禅 我们可是合法的期 至于这样吗 我告诉你我现在很生气 我告诉你我现在很生气 生气 说很细 你还好意思问我 你是我莫成的合法妻子 嗯 哎哦 跟别的男人买来远去 你又尊重过 你虽然治好了我的腿气 但不代表我能一味的容忍 哦 原来我们莫总 就吃那个苏锦的醋了 吃醋 我 莫成 可以吃一个女神醋 哎 苏锦今天好像还给我留了微信 你敢加一个试试 你你你干嘛呀 还说不是吃醋呢 放心好了 你这么好 我怎么可能会跟别人玩呢 真的 那还能吃 喂 喂 喂 哎呀算了不逗你了没 逗你个事啊 今天下午 我给你治疗的感觉你怎么样 你直接差不多 这样 有什么问题 哎看来是治疗遇到瓶颈 还得需要一样东西才行 什么东西 我还安 哎呀算了不逗你了 酒鬼银针 酒鬼银针 你确定吗 确定 进来吧 你 少爷 你看这照片 走走啊 不是你 干嘛呀 不是 酒鬼才能试证吗 我不知道你喜欢喝什么 我就让周素一瓶拿了一瓶 这个酒 劲儿可都是老大了 呃那个 你确定喝多了试证没问题 不是 我说的是酒鬼银针 我说的是酒鬼银针 是出自一位大师之手的银针的名字 不是酒鬼银针呢 酒鬼银针 不知道他脑子怎么想的 不过哥哥一直昏迷不醒 他跟陌诚一样 都是脊椎损伤导致的 要是能找到酒鬼银针 会不定不仅能治好陌诚 还能治好哥哥 喂 你要的那套酒鬼银针有消息 真的 消息这么灵通啊 运气好阿姨 周素打算到明天之城开卖会上 更好给他学会一切 我来 明天你先去 生活最后把手冲二十二次归去 好 哥 你再等我一下 我马上就能治好你了 你终于来了 苏叶 我等你很久了 苏叶 我等你很久了 等我 等一下 你刚才不是来替军家求情了吧 为他们求情 他们军家还没有那个资格和分量 我在这等你 只不过是单纯的想见你 我觉得我们很有缘 那个 我跟陌诚已经领证了 而且我们现在婚姻幸福美满在 你误会了 我对你没有那种想法 对不起啊 我还以为 在我六岁的时候 弟弟妹妹被拐走了 但由于时间太久远 我一直没有找到他们 我听说 你们是二十年前 被军家受养的 算一算也差不多正好三岁左右 而且你还幸福 一开始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很幸福 但只可惜 我就是这些话 别在心里太难受了 不知道何谁说 见到你们很甘心 回头家 对了 军家的事 我已经帮你们摆一个了 军晓月也被转到 苏氏旗下的娱乐公司 我和陌诚的关系还算不错 也不想和你们撕破脸 但毕竟是合作 面子上的工作总是要做好的 至于 你们后续想要找到麻烦的人 只要不影响我们公司的利益 我不会插手 那就好 二哥 看不出来呀 你一个医学领域的 处理许语乐圈的事情 竟然这么得心应手 这才几天呀 那酒会上的事 就被押得毫无踪影了 这都多亏了苏总 苏总 苏总竟然愿意出手帮助军家 哎呦可以呀 我看你们这一次啊 算是阴火得福了 说不定 苏总还真的开上我们 这小月了呢 这次啊 真是多亏了苏总的 多亏了 小月 不说你也太好欺负了吧 那方案的事情你明明就是好心啊 他们还那么对你 还有你一个大哥 江哥不说我爱过的 不怪他们的 都是小月的错 小月 我看你啊 就是太善良了 所以他们才会那么对你 人善悲人欺知道吗 你明明就是犯了一个所有人都会犯的错误 他们至于那样吗 你等我等会见到那个什么苏音 我肯定帮你出口恶气 帮他吃了都是走 别 你觉得他很凶的 他本来就觉得咱们 会一路圈的人很不正经 还说我们是西子 什么 他就这么说 嗯 但是 他一定是对我爱好的 他指定就是拍我被欺负 为了你 告诉他就是汉 我可真有意思了 他一个军家不知道哪里起来的野种 不过是嫁给了墨家的一个残废 竟然还被他装起来了 也不撒胖娘叫 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他不是这样的真的 不是 君小月我告诉你 都会我见到他 我肯定一把死掉他的伪装 到时候你都别懒着 哟 这么厉害 我倒是想看看 你想怎么死我 哟 这么厉害 我倒是想看看 你想怎么死我 燕燕 姐姐身上穿的不是你喜欢那款 把你送的那衣服吗 一个上不了团面的洋女 也不知道哪儿来得这么过气 还紧实吧 会不会是墨家 我家是不是为酒杯可维护他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那个墨城啊 就这个不行的废物 那之所以这么维护他呀 是因为我们女人在外呢 是男人的脸面 就算不是他 但做是谁呢 都是一样的 两只鹰狗里的老鼠 谁敢在背后说人闲话呢 所以 上次在酒会 那是看在墨家的面子 你这一次别得寸进尺啊 副教授 好久不见 你就是阿恒的亲妹妹 这里有一百万 就当是我给YM私人住私 好啊 被我们堆了个阵子找到吧啊 你都结婚了还在外面 偷男人要钱呢 你还要 姐姐 如果你缺钱的话 妹妹这有两千 你先拿着用啊 别让你搞公司的 才换了新公司 又开始厉害了 哎呀 君小月 你可别好了伤疤忘了疼 今天 我得给你好好讲讲 谢谢 这个苏小姐要是不说呀 我都差点忘了 这个君小月呀 就是个眼睛爆炸的绿茶表 是 仔细想想 君家一顿下午茶就万八千 拿这些钱 知道的是个丑谎人 不知道他还为君小玉发生新的 你看 苏音我告诉你 我早就看你个身样了 你凭什么这么说小月呀 给你的两千块钱啊 那都是高看你了 你一个嫁给了废人的破烂火 凭什么践踏小月的好意啊 苏音 我看 是墓长满足不了你 所以才出来偷吃了吧 要我说呢 一个百件 凭什么穿这么好看的礼服啊 啊 哎 他真是不要脸呢 这钱是好赚啊 别太过分 你是带收莫车一句试试 我说怎么了 你这脸 科技还在领高啊 你要干什么 他给你 进来 我我我进来 我怎么了 你该不会以为是我干的 你有证据吗 你紧张 你也别着急 你破坏了 演员 呀 是不是感觉 说不出话了 你个警员 你紧张 三分钟之后就好啊 难道我就费了你的腿 如果我刺激你这里 你会忍不住大笑 这呢 你会睡三天都醒不过来 那就更刺激了 你的阔约机会暂时麻痹 到时候那个场面有多惨烈 这不用我多说了吧 宋言 莫家老主早逝 莫辰可是通过自己一个人的力量 撑起整个莫家 像他这般精彩绝艳 还轮不到你去屋 我告诉你 再让我听到你说莫诚一句 小心我让你整个下半辈子 只能在床上度过 再让我听到你说莫诚一句 小心我让你整个下半辈子 只能在床上度过 宋家的人呐 都死绝了吗 还不把这个贱人给我抓起来 去帮他解围 保罗少爷 快点 我 ap 我你们小老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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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 还居然承认苏英是少夫人了 我可听说这莫总从来不插手 冲起新娘的事 没想到这一次 为苏英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你说脑脑是真的 这谁敢想 从军家捡来的野孩子 一下子成为了国内最强两大世家之一 莫家的少夫人 这可真是野气变成金凤凰了 说两句吧 人家这回也可是正牌的莫夫人了 还敢叫舌根不要命啊 颜颜疼不疼啊 我们得赶紧取悦 要不然流花了 走走 我们先回去吧 咱们会马上开始 下一件地独金融峰会 匿名邀请谈一张 起开价 十万 二十五万 三十万 三十万 姐姐也想要低度峰会的邀请函 也 怎么小月你也想要啊 嗯 我之前的姐姐说过 我想去学习学习 可是估计姐姐还在不高兴 没有理我 我这不就是想充实充实自己 跑上大哥不再是我气吗 我说什么来着 还是我们小月都不是 但是我 四十万 四十五万 五十万 出于你她们没完没了了算 什么都遇到跟小月抢 之前在准备也是 先给你 请准备邀请爱上 这邀请爱上 我们写你们家俊小月的名字 我们连拍都不能拍了 好 行 那我们就按规矩来办 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养上边 鼻息生活的女人 有多少钱跟人生 五十万 八十万 你 俊小月 有时候 你这两个哥哥 也不怎么靠谱也 你别听她说她 一百万 一百万 无愧是君家大少女 一张邀请函 你出一百万 有钱 什么 你不跟她 我 我为什么跟 我本来就是当成好奇 想过去看看人 再说这种邀请函 通贵也就值六十万 傻子才跟的 你不跟 妈 我还被她刷呢 这破婚会的邀请函 车里有一堆 还能当个竞品 可能在外面 比较珍贵吧 你去车里给夫人拿一下 我记得 有好几个颜色 一样拿起 送过去 让她自己跳 下一步拍片 医疗器械大师 合声助到 全球只有两套 九五银针 起拍价八十万 我知道 九银针 求了他我论文 就可以完成了 一百万 一百六十万 所以你怎么办 别说了 好好好 好 你怎么办 我认为是限价 啊 就算是限价 那一点往下跳 三百万 告诉 他刚才出了多少钱 黄总 这些你刚刚中价 三百万 三百万 我出三千万 我出三千万 嗯 有什么问题吗 没关系 区别不大 现在还有人要跟吗 三十万第一次 三十万第二次 三十万第三次 回家 咱不就这么不夸张了 你不是喜欢这种感觉吗 喜欢是喜欢就有个字 喜欢就够 你要知道 你现在是我莫城的妻子 行事作风不能落了我莫家的排名 不然就是打我的 随便说 不用想回 呃 就是 我知道 你以前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 但我们领了证之后 你要学着改变 学着习惯 不是这个卡 虽然这件事情很突然 那你算是我的一份心意 你能不能不要总是拒绝啊 哎大哥 你先听我说话 我没有说想拒绝啊 但是你告诉我 左手卡他 怎么抓 嗯 呀 没看出来啊 我们莫总还喜欢泡图书馆呢 嗯 对了 抽素 这些都是家里车里面 你为什么对这些东西很兴趣 但既然你喜欢 那就都送给你吧 什么 不知道你喜欢哪个颜色随便点 邀请函 这怎么这么多啊 你不知道 这些都是家里车里面 电话卫生的费车 啊 我就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喂 你听到 莫总管之叫我背纸的 爆杀了 很难想象此时已把单拍在一张背纸的君家人的心情啊 哎 你怎么突然对我这么恨 对自己突然好一点 有什么问题呢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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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 time 我 啊 你 你 你 看多人看 看多人看多人看多人 看多人看多人 你可是我老公 我们领状 亲你一下 谁能说话 还没快快结束了 我们回家 别着急啊 还有一张好信没看过 没有 我苏茵向来说到做恩怨奔 有些人啊 自己不长记性 我可得好好教训教训 走 哎 你们这么着急走啊 刚刚拍卖会开始之前 污蔑我的事儿 这么快就忘了 苏茵 你又想干什么 我能干什么呀 现在可是反制社会 人呐得对自己的一言一行负责 你们既然管不住自己的嘴 那我只能找专业的人 好吗 冰天宇知道 好吗 那位小姐请报你非法拒禁 请跟我们走给她洗手段 那位小姐请报你非法拒禁 请跟我们走给她洗手段 不是你们是不是搞臭啊 走吧 不是我这种是女人 走投的这个 哎哎哎放手 哎 放手 放手放手 放手 就是阿红的亲妹妹 这里有一百万 就当是我给YM私人资资 好啊 被我们逮了个正愁吧 啊 你都结婚了 还在外面 通男人要闲呢 你还要不要羞耻 你可真赖皮啊 你上小学的时候 是不经常老师 你才告老师呢 对不他们这个人 就得使用这个 雷霆手段 那是不是需要我打理一下 像他们这种行为 最多也就是待遇下午 教训这句也有个办法 那都不用 现在可是网络时代 君小月这个大明星 还有她那个什么网红闺蜜宋妍 估计 已经得到了丑吧 我们什么也不用做 他们的丑吧呀 才刚刚开始 不好了 眼眼今天热搜到处都是你的黑料 黑料 怎么会 我知道你快看看 天呐 青蝙网红千辛竟然是整容脸 还站着家世公脸暴龙虾坡 这锅他那个大的呀 我吐了 君小月一个一线小花 什么时候跟这种烂网红 横蟹一气了 一隔岁一地 还一线 君小月的料子 太猛了 仔细娃娃你会发现 都不如这个网红 救命 都2024年了 怎么还有人用造红 要去攻击别人呢 而且造谣的还是个明星 这一步 君小月洗过白了 发现宋妍是整容脸 宝妮大哥不得连夜替同跑路啊 完了 以后看宋妍直播的时候 都无法直视了 满脑子都是她的整容脸 可是宋妍 可是 钱 而且还偷偷了 是你不忘了 眼眼 现在当务知习 是把这件事情压下去 不然就算你恢复好了 也没办法开拨了 哎 感觉怎么样 我的腿 有点酸 有点热 真的 是好事 当然是好事 如果顺累的话 差不多今天你就跟他拨了 好 好 我能感觉到了 我能感觉到我的伤腿了 我能控制出来 哎呀别乱动 不会有瘫痪 敢对本夫动手 等我好了 看我怎么教训 你看 对啊 莫总 我长得累了 既然你话都说了 趁你还没有好 我可得好好欺欺欺欺欺欺你 你干什么 我再不欺欺你我就没机会了 我就是要欺欺你 雷浩是谁 我那个变态前男友 他找你有什么事 他呀 就行不然呗 有事 音音 我们见一面吧 音音哎 在那别动 保持安全距离啊 音音你没事吧 我上午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啊 你是不是因为上次的时间跟我生气了 我难心你 最后 你在这装身形给谁看呢 都在西天拘留所 失忆了 我让周素过来帮你回一回 爷爷 我知道 上次的事情是我一直冲动 我那也是艺术创作对不对 我这种作用都是因为太爱你了 有屁快放 我也没什么事 我来这啊 呃我就想看看你过得好不好 毕竟之前在一起那么久了 突然分开了 你肯定会 打住 我现在过得可非常好 我跟我老公呢新婚燕 他有钱对我又好 可比某些乱搞女明星 勾三搭四的渣男强多了 是吧 渣男 爷爷我知道 你说这些都是气话 对不对 你好 我没有事 没事我走了 爷爷 海卖会的事情我都知道了 小月跟宋元欺负你 是他们不对 但抛开事实不谈啊 你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自己 是不是也有问题 需要自省一下 你做这么极端的事情 对于他们的演绎生下 是有很大影响的 你知不知道 乖 听话 把十顿删了 我就知道 霓燕 知道 你替小月嫁给陌晨 输了很大的威胁 但你相信我 霓燕 我不会嫌弃你已经结了婚了 咱们三个可以一起逛 隋浩 你有病吧 你是不是自我感觉有点太良好 像你这种只会偷拍女孩 裸照的变态垃圾 也配对别人平头论组 林燕 我那是艺术创作 我真是好心提醒你啊 你要是再这样针对小月 军家是不会放过你她 我真是好心提醒你啊 我真是好心提醒你啊 你要是再这样针对小月 军家是不会放过你她 隋浩 我奉劝你一句 想插我什么事之前搞清楚状况 现在应该是我 绝对不会放过军家 我 哎对 还有一件事 你最近呢 抽时间去一下医院吧 测一下智商 我是真感觉 你这有点问题 谢谢 没完了是吧 我是你前男友 你不能这么对我 你也知道 前男友 宝贝 你要这么对我 我真的会 我为什么会 苏闯明达了 周苏 这家伙 苏闯明达了 怎么办 放心吧 夫人 局里那边 我收 走 你能站起来了 呀 哎 你能站起来啦 好了吃错了 我呀给你准备了药物 泡完药物 肯定了好 好了 谁让你先喝 那是凶的吗 我又不会吃了你 在哪 在哪 喝口四伏 我就是帮你吃血瓣 住这里 也 你一邊待在我墨家 以墨客人的生法在我們前面前 一邊跟前面我拉扯過去 很好玩 安晨 看見你的眼睛 感受一下 你顧著跟月亮的雙腿 用你的心告訴我 我笑的也行 我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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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了 让我好好躺会儿 那怎么行啊 我可还没进行 不是 莫总 你能不能体谅一下你的妻子 你攒了这么多年的火 对我一个新手发你干嘛呀 好啊 那你跟我说说 今天早上你们聊什么呢 聊 这么在意啊 回答错 我说我说 我跟隋浩其实早就没有联系了 他来找我是因为 我之前不买宋言误了点 然后把君小悦和宋言的视频 发到了网上 他来逼我张身 删丢视频的 就是 那不然呢 我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呀 他之前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勾得上君小悦 现在又勾得上那个什么什么宋言 我这匹豪马 怎么可能是回头草吗 好吗 有多好 有多好 我总还不清楚呢 我梦 那 我得再试试 我去个厕所 哥 你这次事呢 痛得太大了 要不以后娱乐圈啊 你怕是哄你下去了 哥 这次是我给你添麻烦了 苏音 哟 这么快 兄妹就成贵于好了 某些人 某些人因为自己的虚荣心 害得哥哥的公司没法上市 满盘结束 哥哥却既往不交 你们的兄妹情啊 还真让人感动 胡说 你胡说 呀 今天 这位大明星怎么这么凶啊 不演了 哎呀 差点忘了 某些人呢 半只脚 已经踏出娱乐圈了 你 书业 你来干什么 我来干什么 当然是来堵你后路呀 哈哈哈哈 我算是看出来了 难怪那个墨城这么听你说话 我看你俩就是一秋之鹤 狼狈为敬 但是我今天军天一把花料着 今天谁来 都阻止不了我跟苏家的合作 我说的 呀 这么自信啊 那我可以好好试试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 你不就想着我跟墨城对赌失败 你好轻占我军家起见 来我面前用人吗 你倒是真给我提了个心 你不说 我还真的没这么想过 放心 你说了之后 我会亲自当门向你 还有 把你们这些年对我和我哥哥欠下的债 连本带利的一并趟回来 我会亲自当门向你 还有 把你们这些年对我和我哥哥欠下的债 连本带利的一并趟回来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啊 那我说要看了 今天逗你是谁逗谁都干 你别忘了 如果墨家输了对赌行李 墨家可是要向我军家 无偿融资五十亿的 哎呀呀呀呀 有件事你可能忘了 什么事 墨家现在正在短行的关键是 短时间内没办法拿出五十亿 如果到时候墨家输了又拿不出五十亿 哎呀呀呀 那对墨家的名誉那可是一落千丈啊 再然后他就会把一切所有过错都追 就到你一个身上然后把你给修了 那时候你就又变成了一只无家可归的野狗 来我军家 摇违气怜 哥 嗯 我有一个有点过分的心脚 哥 嗯姐姐如果被赶出来 不要他说墨家了我害怕 哈哈哈哈 又开始了 害怕的太早了 待会啊有你害怕的 行啦 实话告诉你了 苏玉 在你来到这 你就已经被墨家逐出家门了 因为就算他墨臣亲自来 也没办法阻止我和苏珈娜 你只不过是他为自己找的一个失败借口 一个彻彻底底的做门女 分析的还真是头头是道 我都差点信了 哎呀不过都是你自己无畏的脑补吧 苏茵了苏 行行吧 你现在跪下给我和孝月道歉 给整个苏氏道歉 不许你要是无家可归的时候 我们还能像二十年前一样 收留你和你哥哥 这两条无家可归的野狗 哦 不许你这样替我哥 哦 你 你对我做什么 没什么 只是小小的跟你下 怎么样 是不是感觉自己学年生的反应都变迟钝了啊 哈哈哈哈哈哈 这是我刚发现的学物哎 这我刚发现的学物哎 你放心 我这个人很讲道理的 不会给你滥用私刑的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我知道 我哥哥的车祸是你造成 因为他发现 公司的账务问题 你 一派呼言 我们军事集团行的端做的正 怎么可能财务出现问题 无所谓 不管是你自己去淘案自首 还是等着我给你们军事集团来一次定点爆破 对我来说都一样 那是你 刚刚这一针 要是没有人给你解的话 恐怕你下半辈子要在床上堵过了 你你 动一动紧看看 麻烦你 哥 啥呀 谁都谁都麻了 我妈 他又真会什么针 苏恒还在医院躺着呢 他又会的话 他早出院了 哼 对了 好问你个嘴啊 怕得伤了你的轨道 看来你们聊得不愉快啊 看来你们聊得不愉快啊 苏总 是这样 我这个妹妹啊 故事大体 明明知道咱们两家合作 正在关键的节点上 还来捣乱 让苏总见笑了 苏小姐我也见过几次了 她好像不像你说的那种 不通情达理的人 所以苏小姐 你是像军总所说的 来阻止我们合作的吗 没错 莫神叛言了 还是说 我自己要来的 我自己要来的 理由呢 我需要一个充分的 合理的 不掺杂个人恩怨的理 没有 或许这一次 我就是想无力取纳了 苏总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他从小就是这样 对 还他那个哥哥 更不是什么好鸟 非但不感激我给他安排工作 还各种要求 他们俩兄妹 就不是什么好种 苏小姐 请回吧 我哥哥作为孤儿 在军家的压迫下找他 难道找到雪庆哥哥资格 连屋里取纳的资格都没有吗 你说什么 雪庆哥哥 不对啊 我检查过了 你要看的是这个吗 你 你是 你 你是 苏总啊 你可别被这个女人给骗了 你闭嘴 林苏 就是这个形状 我哥哥 苏红都够不上又一个一模一样 他在另一边 我找到了 这件事情 除了爸妈知道 没有人知道 我找到 我找到了妹妹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苏姐怎么可能是苏红的妹妹呢 这一定是他们为了合作 别白 没错的 对啊苏总 哎 现在是咱们两个公司合作的关键节点 你可不能被他给骗了呀 我谨慎 谨慎什么 苏盈和苏恒就是我的亲弟弟亲妹 苏总 我不用再说了 小姐 我可以这么教你 你们俩这么多年 吃了这么多苦 是哥哥哥 哥哥哥没有看好你 以后 就算你们想要天上的星星 我也帮你们摘下来 送给你们 好吗 军天忆 君天忆 你刚刚说我的兄妹都是会 是你说的 你刚刚说我的兄妹都是会 是你说的 苏总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我说苏音他 苏音是我的亲妹 苏恒是我的亲弟 你刚刚在说他们 难道不是在说我吗 苏总 你不用急 和君家的合作 就到此为止 苏家不会知道 苏总 不 咱们的合作 可是建立在购赢的技术上啊 你要是终止了 对你们苏家也是损失啊 那些啊 就当是我送给妹妹的见面礼 这点小小的要求我都满足不了 我还算什么 苏总 你不能不管我呀 苏总 来人 送客 苏总 苏总 你就算不帮我 你也帮我你 你也帮帮我妹妹 苏音哥的 闭嘴 我告诉你 我有妹妹 姐姐 看到我们写命一场 之前都是我不对 你快 你快帮我 徐晓月 你好好说话 没有人能帮我能帮我 苏音 别太过分 保安 把这两个人给我打出去 妹妹别怕 恶高是不一定猛了 去够买我这么救 儿子 都怪哥哥不好 没事 都是过去的事了 我相信 如果我哥 二哥 知道了这件事 一定也会很开心的 对了 我还没来得及问 小红的腿 是怎么的 军家 他当时发现了 军家的财务问题 出于好心告诉了 军天忆 没想到这一切 就是军天忆的手笔 为了灭口 所以才 军天忆 好 来人 哥 这件事交给我 你相信我 军天忆 军晓月 军天忆 人家所有的任务 一个都不会报 好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就告诉你 哥哥之前没有好照顾 是什么错 陌晨那小子对你怎么办 有没有欺负你 陌晨啊 他对我很好的 而且我还治好了他的腿 我相信他不会辜负我的 你治好了他的腿啊 嗯 而且 我相信以后 马上我就能治好二哥了 到时候我们就能团聚了 好 好 好 你 是苏锦的亲妹妹 你是苏锦的亲妹妹 那这回军家可是倒了八倍子去 真是天初 莫总 那你以后就是苏锦的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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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莫总和苏锦啊竞争十几年了 一直不分高相 莫 看我干什么 我们搁了个的 愣着 愣着 回屋睡觉 聊什么呢 这么几钱 医药方面的 这个人你是 谁啊 太棒了 到时候你就知道 该死了 该死了 都说该死了 哥 小小气 我什么小气 军事完了我们全完了 你被输一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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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都還在一起 你還懂公義 只懂一丟丟啦 都是二哥叫的好 大哥 知不知道我們小月在這方面 竟然是天不絕倫 選一字啊 要是沒有小月的話 這款面上絕對沒辦法研製成功 哈哈哈哈 大哥你先待一會兒我去個衛生間 好 好 你真厲害 加了你發的那些藥粉果然就成功了 我沒騙你吧 其實那些藥粉不是關鍵 我和你說的手法才是 不過藥粉的配方保密 想用的話 我要這款面霜5%的利潤分紅 蠢話 自己都說了不是關鍵 還想要五分 做夢 在這最關鍵的手法已經達到了 什麼事啊 這麼開心 昨天那條大魚啊 上高了 金天一 昨天是軍事集團上市的最後體系 你們已經輸了對賭協議 按照協議 你手上的股權將全部給我默下所有 墨塵 算你狠 我認載 準備好股份找人合同 明天我夫人蘇英 會親自娶你們軍家接管軍事體堂 誰來不好 怎麼偏偏是這個逆女 這墨塵 擺明了 擺明了是要羞辱我們軍家 放心吧 爸 我的復原面霜已經拉到三十多億儲資了 全部都拿去辦成購買原材料 只要面霜的證件一下來 咱大量生產 到時候有妹某家求咱的時候 哈哈哈哈 天宇啊 你那個面霜的各種證件 都沒有下來 你怎麼就拉資金啊 一旦中間程序上有點插持 你拉的那麼多資金 要出問題的 那我先幫忙 成分沒問題 絕對不會出任何事 是吧小月 沒錯絕對沒問題 我相信二哥 你看成分沒問題 早上去那邊 我也托人長關機了 不會出任何岔子 你們就忘經吧 哈哈哈哈 軍天宇先生是吧 您申報的面霜成分初步檢測 不符合安全標準 不予以發放生產許可 什麼 什麼 喂 你 你們是不是搞錯 怎麼可能不合格呢 喂 喂 二哥 怎麼了 小月 還沒收你昨天新做的樣品 安全檢測不合格 這怎麼回事 不可能啊 你剛說那個 就是你 不對 我沒落下什麼重要的步驟 小月 你要我想想 這可是關烏道文君家崛起大事啊 真的不怪我 都不行我都是按照新流程做出來的 這不可能有問題 哥我我給你看 你看效果是不是很好 我 我我那邊 我那邊 小月 小月 怎麼了 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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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回事 我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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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回事 你告訴我 怎麼回事 為什麼小月 我那邊 我那邊 你怎麼回事 你怎麼回事 我 我 大哥 我 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第一次做數量品的時候 我用不了那些人用過 沒有副作用的這效果很好啊 這一次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 小月 小月 這一次是小月做的 小月 你快告訴我 你快告訴我 這一次你做這個樣的品的時候 你是不是漏了什麼步驟 還多加什麼瘋了 你快告訴我啊 小小月 我那邊 我那邊邊我 不是小月 這到底怎麼回事 你快告訴我啊 你說啊 大哥 我告訴你 我嗎 你說 你說 我那邊絕對不會 你快說 你快說啊 其實那個是一個網友 是讓我家裡 你 你 我 我怎麼有你這種修行作孫 沒有腦子純妹妹啊 我我去講 我臉被害了 我也不知道小月 我的臉 我的臉也毀了呀 俊天宇 是你說產品過神 我才給你投的錢 現在那邊 通知我產品不符合安全標準 你給我解釋清楚 不 不用解釋了 我的助資全部退給我 立刻 馬上 我 我走 我走 那 那 這口罵不太行 我資金全部都去購買原材料了 文長 您 您給我幾天時間 我我 我一定想辦法 幾天時間 你知不知道 你這是屬於詐騙 還幾天 你給我去監獄裡想辦法吧 陳宇 怎麼了陳宇 陳宇 陳宇 陳宇完了哈哈哈什麼 緊張嗎 沒有緊張 只有期待 你 需要我陪你去 不用 接手軍事集團裡還有可能事情需要你去操心 君家交給我就可以 那 我把這數給你了解 夫人 我昨天打聽到 君家似乎出了一些狀況 今天咱們還是小心為妙吧 狀況 什麼狀況 聽說君家老二 因為一款面霜的事涉嫌詐騙 導致君家負債三十多個億 警察到他們家的時候啊 君家老二已經為罪潛逃了 警方正在要動棄他 啊 我知道 你知道 對呀 因為這個局就是我給他們設下的 我知道 君天宇正在研究這款面霜 所以就私下匿名 偷偷聯繫上了君小月 君小月這個人 貪圖虛名又貪圖無厭 搞定了他 就基本能夠搞定了君家 沒看出來啊 我夫人的城府 竟然這麼深 怎麼樣 怕不怕 還有一件事 君家老大也走了 走了 去哪兒了 說是君小月用了那款面霜 毀容了 君家老大送他去了一趟醫院 回來然後就 跳江了 剛才才打落到市地 毀容 跳江 君家還真是自食惡婆呀 早知道我昨天就去看看好了 還能看看熱的 你昨天 去醫院幫你哥治療的時候 該不會 可能是某些人不想坐牢吧 再加上 發現自己身體出現了點什麼問題 想體面一點吧 所以就 選擇跳江了呗 快可惜的 媽 現在 經驗的君家 倒是冷靜了很 你要笑就笑吧 反正這一切 都是我們自掌的 你們知道 天作孽有可遂 自作孽不可活 要不是你們看你的資歷 也不會落筒裡 別說了 這是股份轉讓協議 簽了吧 我 你要幹什麼 啊 你做 快 我說大家 夫人夫人 是你給我們君家害成這樣 你們 都得死 都得死 而我 感動夫人今天讓我長命 好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今天都要看看 誰 讓誰償命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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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啊 你不這樣能打嗎 最來呀 最來呀 哈哈哈哈 你來打呀 打呀 你打呀 哈哈 哈哈哈哈 這是誰啊 哎呦 蘇大小姐 您醒嗎 橘天宇 你到底要幹什麼 幹什麼 我之前不是說的很清楚嗎 先出國 然後東山再起 橘天宇 現在可是通緝犯了 想出國 哪有那麼容易 哎 天宇哥 想出國呀 走官方渠道 當然富有無疑 但是天宇哥 想出國 從我的關系 那還是分分鐘輕鬆的 哈哈 你還不知道呢吧 啊 隨好現在可是天書國際的負責人 專門負責國際物流運輸的 哈哈哈哈 哎 天宇哥 就像之前說的啊 哈歸我 三天內 我安排你 偷渡出國 哈哈哈哈 好說 好說 哈哈哈哈 蘇姨啊 早知如此和你當初呢 哎 你看你現在這個樣子 當時在君家 你不是跟了我都好啊 啊 天書集團的時候 我還是沒記錯了 應該是蘇社集團集團 你跟著落得還挺多的嘛 是 那我知道 我是誰 你是誰 我怎麼可能不知道你是誰 你是莫辰的老婆 想拿莫辰出來壓我對不對 我告訴你 這裡可是天書國際 就算這莫辰親自來了 我也不罷了 哈哈哈哈哈哈 之前你在莫家不是很囂張嗎 你再來呀 呃 我不會 你呦 你們去臭小姐什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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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小子 這時候說些什麼啊 怎麼不聰明啊 我還能給你臉嗎 幹什麼 啊 哈哈哈哈 陸燕 看來 你很在乎莫辰這個小龍丸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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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讓你看看啊 我是怎麼一拳一拳打死的 那我就讓你看看啊 我是怎麼一拳一拳打死的啊 你不是很能打嗎啊 來 打我呀 打我呀 你說什麼 有什麼話 給大家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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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朱速 朱速 蘇燕 怎麼樣 現在是不是很生氣很想殺了我們啊 啊 我就喜歡看你像弄死我們卻無可奈何的樣子啊 哈哈哈 还打不打吗 不打的话 不如我们把他丢到海里去喂鱼怎么样 孙燕 你说我们把它扔到哪个海里 好啊 孙燕 孙燕 你们快吵着 我们就是吵着了 那怎么样啊 还有更出证 给你另一个选择 你主动一点 让我舒服了 我就放了他 苏大小姐 莫夫人 做出你的选择吧 我 有消息了吗 有消息了董事长 我们查到 苏氏名下的一家物流类子公司 天书集团的负责人是隋号 他最近和君天宇走得很近 结合目前君天宇的情况 我们猜测君天宇应该在天书集团 获益汤顾复兴 苏氏 你确定了 先说的门岗中今天见到负责人隋号车上载着几个人 副家的年龄性别以及一些大体特征和君天宇很像 只是 后来他们又出去了 现在不知道在哪 不知道在哪 不知道在哪 你跟我开什么玩笑 对不起莫总 我们正在努力 神明关天 你到底 联系神套 调集公司的安保力 还有 去承担我发的这个位置 立刻通知自己 明白了 是 怎么样 苏小姐 做出你的选择吧 不选是吧 好啊 那 我帮你选 哈哈哈哈 大家 什么事 我不是让你把手机关机吗 怎么回事 我 我记得我关了呀 谁记得了 哎呀 君家的妖鹅子太多了 为了以防万一 我设置了一个定时开关机 还有定时发送位置的 到时候你要是联系不上我 直接 地址就发过来了 看 你 给啊 这是什么 血液检测报告 什么紫色报告 管他的 管他谁和谁的呀 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破不了 局 怎么就大麻烦了 怎么了 哎 哎哎哎哎啊 完了 我们就大麻烦了 我自己也不懂啊 大顾莫家大顾莫神啊 他 他是苏景的妹妹 新妹妹 有什么好 他是苏景新妹妹 这怎么可能 你问我我哪知道 他不是你君家人吧 怎么变成苏景的妹妹了 大哥 你这么怕你要搞死我的 别着急啊别着急 我没想办法想办法 我想什么办法 天啊哥 弟弟我是好心帮你 你让我绑苏景的妹妹 你这么知道 苏景找到他找多少年 20年 这都20年 要是让他们知道 我绑了苏景的妹妹 我不可想啊 姐 冷静一点 现在事情还没有到 不可挽回地步 只要 只要让他永远闭嘴 消失 那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你疯了 我告诉你我没疯 这件事你也参与了 就算你今天把他给放 你就敢保证他不把你给抖出来 啊 他只要让整天担心收拔 我们不说 其实 沈草手根 你说的对 谁让我们做的感觉 就算苏景 也会有证据啊 哼 啊 你笑什么啊 啊 我说你好好想想 他怎么可能会不知道是去练语做 就我哥哥莫诚在国内的事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你俩没问题 过去 去应该接着逃 能逃的人 那要是你抓 因为怎么能保证他不把你过去 啊 苏颖 我这怎样跟你说呀 我现在就把你舌头给你割下来 看你有没有那么多废话 住手 我这 说 你们想怎么死 兄弟没事吧 你要再敢把我命令你 我就再把你打成残疾 敢给你叫我妹妹 你们事情命太长了 苏哥 不是知道苏颖是你妹妹 小朋友我也不敢 说废话 说 想怎么死 黄晨 苏姐 我知道你们很厉害 但是做人留意写日后相见 什么事 身上的暗你都能被枪毙尸规了 行 他根本就没想咱哥俩好 他们以前是敢代表个人过来 不是人多吗 一不做二不休 把他们一起给做了 好吗 你们不人 就别怪我不义啊 敢闯这里 今天谁也别走 来人 来人 人呢 来什么人啊 都被我解决掉了 我 我告诉你 你们敢就带两个人来救人事 我看你们今天谁敢过来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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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没事吧 没怕 这这 你受伤吗 可是我被不思议此刻 你不是很难叫嚣吗 叫啊 敢帮我妹子 带走 啊 叔大哥 叔叔rama 叔叔 在家常什么冷啊 腿才刚好 什么叫��啊 你现在是我的妻子 都被人绑架了 怎么 哎呀 今天的事儿反正 谢谢你啊 又不是你 那就 快快快 我没点错吧 我的妻子 跟我还这么可能 哎算是这么说 那也不能 啊 想谢我是吧 那光说谢谢可不行 你想我怎么谢谢 当然是 讨论一下其数 嗯 你别的 看你受伤的分上 我就不问你了 说吧 什么事 莫总 君家来人 君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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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家那个老头 他还敢 让他们进了 到现在这个地步了 看他们还能捅住 出什么幺蛾子 音音音 音音的 你这个吓死我 听说你今天被绑架 我我就晕了哎呀 这这看见你我这心总算放下了 我就说君晓月怎么那么灰 看来都是随了你啊 音音啊 你这是啊说笑了 够 感动我的女生 现在还剩几次没关系 你们想怎么死 莫总啊 我们这是来求您的 求您看在林友 军事集团那么多股份的份上 您就放过我了吧啊 是啊莫总 我的儿子已经没了 我儿子也进去了 我怕 再也见不到她了 我小女儿 也会扔了 心死灭活的 现在我们君教 就剩我们两个老东西了 这上面 有好生之德 你就高抬归手 放了我们俩吧 这件事我说了口子 说句心里话 说句心里话 你们对我和我二哥虽然并不狠 但好歹算是把我们养大了 其实一开始 我本来没有小真正的 你看我就说嘛 音音的还是那个好闺女哈哈哈 才过了这么一会 白天发生的事 你们这都忘了 放过来 可以 教书你们手中所有军事集团的物质 我们就在了清楚 不行 这些股份都给你们了 我们吃什么 我们穿什么呀 那是你们自己的事 行 既然话都说到这会儿啊 大家就撕破脸皮了是吧 反正我们手上有军事集团三十多的股贩 真要拼闹鱼死网托啊 大家谁都比江豪托 我就知道 你们知道军天忆为什么跳江子锦 被罪自杀 因为我二哥手中有你们军事集团上上下下 所有人的黑杖 你你你别护我 你别护我啊 苏恒 他那是一个职务人 他有用能怎么样 我就不信 我不信他能站着跟我对峙不成 谁我呢 谁 谁 你 我怎么恢复医生的事 这还多亏了小姨的女子 退了 你现在这副阵态 和你儿子昨天在医院见到我这副阵态 生命无疑 你到底对天忆做了什么 都打枪了 我没跟他说 只是据他自首发 否则我将这些材料交当成 等待难 至少是三十年的有机图形 做了错事 又拒绝了 他这样的人 死有一回 都是你们二位 在我二哥的那份名单上 好像也看到了女人的名字吧 没错 虽然金额不大 甚至不够判刑 但是这些事情 要是提报的不是贵 就直接出局了 别别别别我求求你们 我求求你们 那就再给你们五十万 把你们手中的股权全部交给我 五十万 那些股份至少值三千五万 你大把用话给他 那我就去上报董事柜了 到时候你们不在意 还会被强制中学皇 是管几百万的现场 拿着这五十万 去乡下小镇养老 你们自己选了 算了 哈哈哈哈 唯一一种打人的真假呀 哈哈 好 好猛的上来的啥也不是 我去找我找大家看好 在澳门吧就算了啊上来 哇比我比我高书两天的 哈哈哈 哎水果来喽 哈哈哈 谢谢四哥哥 坐着歇会吧啊 歇不了一点 我看我妹妹嫁得这么 我就生气 书爱 什么叫这么 我莫辰打不住你 我作为苏家的家长 我就不同意 我说你苏家是来挑事的 好啊 那我就和你好好说的说的 你们俩结婚 你求婚了吗 没有吧 你举行婚礼了吗 也没有吧 有亲人见证吗 还是没有吗 所以你和小银的事 不作众 哎呀哥你就别为难他了 来 你看看啊 作为你们莫家的媳妇 连个戒指都没有 还说对他好啊 我是真心喜欢苏英的 苏姐 你 好啊 想让我承认可以 我刚才说的 全狗做到位 我就同意 我明天就选择 自己 等什么明天啊 明天人没洗 你别跑 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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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人家有 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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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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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学会 感谢观看